好了 又到了我们话题讨论的环节了 来看看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吧 今天的话题是 晒出你们学校或者单位食堂里最喜好的一道菜 在学校食堂买了一个炸鸡腿 咬一口后感觉身体被掏空如土 这才是真正的炸鸡腿呀 充分地让鸡腿的肉与空气的分子相结合 转化消失 最后才能形成这个样子 可以说是打开眼界了 刚买了个蛋套真的不是荷包蛋吗 如土 哥们 你转大了 这用料不可谓不扎实呀 在单位食堂买了一个包子现的包子 你们随意感受下吧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泡娃包子 可能食堂的厨子是个俄罗斯师傅哟 来 感受下我们学校的菜单吧 可以说是相当有创意了 等我看见这道菜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节约是种美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早餐剩下的油条吧 这是我今天在食堂看见的新型菜式 妙碎脚炒虾 理解一下 今天配菜啥的可能不够了 厨师都已经把自己的临时贡献出来了 你难道不感动吗 不是 其他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